很難得在香港現在疫情環境之下 都有人夠膽開一個 Time Pieces 的 Art Gallery 去跟城中的鐘標愛好者一起分享 還有這些牌子個個都是獨立制標人 是一些很少眾的品牌 今天我就在半島酒店 Swiss Prestige 的 Mechanical Art Gallery 裡面 去帶大家看一看 今天來到這個 Swiss Prestige 的 Mechanical Art Gallery 你會看到 它居住了七至八個獨立制標人的品牌 因為每一個品牌的功能 不是一般在主導品牌看到的 例如那隻叫做 CVDK 荷蘭文 所以讀起來就很不懂 Cristian von der Klau 是什麼呢? 是一隻天文學滿錶 不單是看到時間 是能夠計算到 告訴你 太陽是大行星 運行的位置 在哪個位置 有一個品牌的品牌 叫做 Van Cleef 跟他合作了 就把他的功能 擺放上磁裝標 叫做 Midnight Predatorium 一般人不需要知道 太陽是有行星的 實際地位置 在哪裏 而你的碗錶 能夠可以體現到 或者顯示到功能的時候 而戴在手碗上 我覺得是很有思義的 另外一個品牌 我挺欣賞的 就是這個叫做 Humar Gautier Humar Gautier 他也做過芝麻鏈的碗錶 做過一些很吸引的 Micro Motor的碗錶 設計也是很特別 很有個人的品味 他也很聰明 為什麼呢? 因為他知道這幾年 市場上留下一樣東西 我經常都說 在這個頻道上 就叫做奢華運動錶 他第一代的運動錶 就整個錶 用碗錶打造的 很輕 而且看起來很鮮 他也出了一個款式 就放在The Only Watch 那裏做 Auction 出來的效果 是非常之成功 非常好的 而且他也很聰明 他知道 品牌走得下去 不是單單靠 Product 最重要的是靠財力 所以他很成功地 叫做Chanel 入股了他的品牌 你看到Chanel 現在有一些錶 是由他們這個製造 去研發機身 去做給他的 所以這個牌子 我覺得 他會不會跑出來 變成另一個エピション 我就不知道 不過的業者確實是有可能性 另一個牌子 叫Sidewinkle Sidewinkle 所以你看到嗎 這些名字全部都很欺人讀 你看到Big Date 又看到Power Reserve Indicator 在標盤上 很自然這個款式 另外想起 德國的Lange 和Geo 它的製造 是散佈在德國和瑞士 所以它的風格 有瑞士的餡 有德國的風格 Charles Gerard Dia 這個品牌 我第一次看到它 它給我感覺 就是奢華 它的錶盤做得很漂亮 大名火的Enamo 再加上Tubion 12點鐘 是Logo的Inituals C和G 是在一起的 然後帶著它 因為動它 就很有動感 這個品牌 其實在19世紀的時候 都很出名在做陀錶 其實如果你喜歡手錶 喜歡Pocket Watch的人 你會在文獻 看到這個品牌 也會看到 話說 這個品牌 今天這個品牌的老闆 Patrick 有一天 他參觀博物館 就看到 這個Charles的Pocket Watch 很漂亮 很喜歡 然後又買了牌子 回來自己做 成立牌子 去自己做這個手錶 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Global Force Global Force 最厲害 我個人來說 最令我嘆為觀止 就是 陀飛輪 裏面 裝著的陀飛輪 它的四輪 不是朝天 它的四輪 是真的令到 整個中標業界 或者Connoisseur 吹之若無 目的假如做什麼 除了藝術工藝之外 就是希望 令它構造 走時更加準確 我曾經 在這個頻道 都介紹過 Global Force 一種很漂亮的 單輪的陀飛輪 一個GMT功能的設計 你們可以重溫 另一個牌子 叫做Maurice Grossmann 這個牌子是一個 德國品牌 這個品牌 我看到的時候 它的機心 和標盤佈局 不自然 不自然 又令我想起 朗格 和Grassutti original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品牌 都是來自 德國的 Dresden 以及這個 Maurice Grossmann 你不說不知道 其實跟Lange 是同一個年代的人 Lange 在Grassutti 都誠邀了Grassmann 去Gasutti 這個地方 開一個工廠 做一些機器 去支援整個工業 雖然這個品牌 這麼多年 但是這個品牌 是2008年成立的 你會看到它 很多地方 都秉承著 德國那種技術 那種 heritage 而且它的造工 我敢說 它不會比浪格 可能當中 你會找到很多驚喜 所以我覺得 這個品牌 值得大家去認識 Gasutti 這個品牌 是來自英國的 它很多東西 都是動物 零件 都是自己in-house 品牌的Darl 很漂亮 就是我經常說 George George 所以不是每個牌子 有能力做到的 但這個牌子 雖然是小眾 但是都是自己in-house 去做出來的 如果以一個獨立 制標人來看 它品牌的價值 價錢 那些產品的價錢 就覺得很competitive 還有一個叫I'm really strong 很iconic 的features 標本一看 我就知道 有三條橋 其中一個movement 它能夠做到 叫constant force 最早期的時候 constant force 我自己認識 通常是complication 比較複雜功能上的手錶 所以為什麼 constant force 和tubion 大家會考慮 記得我上一集介紹過 Gran Seiko 它第一隻托飛輪 都叫constant force tubion 所以通常是放在 complicated的功能上 而這隻 普通時計 它都放 不過我覺得趨勢 會向著這邊做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是追求 時間的準確度 如果你釋放出來的動力 很穩定的 對中標的時計 那個stability 就很有幫助 既然在第五波疫情的時候 開這間店出來 我覺得很有吉時 還有真的對中標 特別對獨立製標人 有一個誠意和支持 不要說買不買 欣賞一下每一個品牌 或者每一個product 每一個作品 後面的理念和心機 我覺得是應該和你分享的 看我這麼多 獨立製標人品牌 下次我會跟大家說一下 我的心髓 那你不妨留言告訴我 有哪些是你的心髓